一路來最有榮耀 揮灑的青春與生命力 由人文J體同仁組成的古隊 為大愛台的台慶揭開序幕 1998年1月1號 刺激大愛電視台創台開播 從草創成立足用辦公室 到擁有自己的家 每一個時期都是投注許多人的心力 和許多專業人士的一路相伴 大愛電視台就像一個燈塔 一直在這個狂風暴雨中 發出光芒 我們一直引導著這個正確的方向 傳遞美善 暴政導政 是媒體的責任也是使命 人人都說他慈美善 但以前的他可不是這樣 酬炎 吸毒 家暴 荒唐半輩子的人生 差點淒厲子散 來自新加坡的林德福說 是大愛台救回了他的家 台慶這天更是特別前來分享感動 大愛會叫人家去做好事 去幫助人家 就是這些被我很感動的 因為我從來都沒有去幫助人家的事 看到大愛台就是好像我的典範 給我的師兄的改變 我很感動 他也進到他的腦裡裡面 所有的東西他都改變我 也是很感恩善人 給我救回來我家師兄 科技傳法與時俱進 未來將更用心守護世人的心靈 圓球慈濟人的支持 才會讓我們有這樣 進化人心的力量 進化人心 由世轉治 這樣才會讓每一個人 都可以守護好自己的心 守護好自己的昏迷 發揮自己生命的良能 希望大家繼續加油 希望未來的20年 我們要請這個親流媒體裡面 變成主流的親流媒體 大愛20為愛堅持 將帶著創臺的初衷 繼續迎接下一個20年 大愛新聞雷亞 梁家明 台北報導